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是從 畢業一就是Revelation Oracle的 然後走向深入學習性的組織 那我昨天應該說之前有丟一些paper 有人有描繪等等 那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好了 那這個活動的 現在要沒有看過 它出來 OK 好 那B&E 的話它的那個 主要的話就是 會有這個generating model 它希望去學到這個generating model OK 那這個generating model 它可以去依據你的feature去產生出 去生成出原本的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 這些這些細節 這些細節都會跟 我們所謂的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有關係 對 那基本上這是在那個 那個假的Yosha Yosha 根據 那個原篇論文 它講 剛才講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裡面 它有去提到的 應該說整個主軸就是 在講這個東西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張圖 那這張圖的話 是在那個 Dealbending的那個 書裡面 然後它大概放在 create 左右啊 我也忘記了 然後它放在前面的一張圖 那這張圖 大家如果沒有看清楚的話 開它的原本單位 好 這個是 這個是它 好像支持 沒有了 不管再說 事件 不會 不 給我 希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他原本的东西很的 那基本上他把几个东西做一种 第一个是一般我们这些程式 大概就会去实所谓的RoleFace 那RoleFace的System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不定会有一个Input 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 User他可能会给一些输入 一些资料去做处理 那这个系统里面的所有的Program 就是我们自己搜索出来的 所以然后这个系统写出来之后 那这个系统我们已经设置东西进去 那会有一个好看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工程师们就需要这样的聪明 需要知道说User他要什么 然后这个东西未来会变成怎么样的好看 然后铲除掉 那到所谓的Machining的问题的话 他就会变成说我们今天会有一个Input进来 那这个Input进来之后他会被透过某些转换 我们需要去调一些feature 然后调一些feature之后进我们的Machining的模型里面 然后这个模型里面在这边KKL这个部分 这边KKL这个部分是依赖电脑本身自己去学习 学出来的 那所以说这边的feature然后去对应到你的Output 从这边到这边 传统的Machining的话 这个这一块部分都是 这个电脑去帮你学出来的 那在进一步进展到所谓的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然后或者说Live learning的话 这边会希望的就是 我这边的Input进来 然后换你feature feature extraction这个部分 我也是希望这个电脑去帮我去做feature extraction 所以说我给你一个Input 那这个Input的话 电脑自己去抓他认为重要的一切 你比如说像人在学习的时候 你自己看到一个东西 那看到这个东西 你自己去摸索 你到底要去学会这个东西 那学会这个东西的重点在哪里 那抓重点这些事情 可能就是 很像在做feature extraction这些东西 OK 那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因为这个东西它放的比较大 放的比较大 放的比较大就是 就是你的feature可以是任何的形式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转型里面 你的feature selection 常常常常见来说就是你的feature selection 那如果说你有比如说你处理的 处理的 处理的物料 比较特别 比如说你的graph 那你的feature就跟graph 那你进去是一个graph 那你进去是一个graph 那你的feature就会超越大 你的模型就会 就会变得比较 需要考虑更多的比较 好 然后所以 这边的话就是 主要的概念 主要的概念就是这样 那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这个东西其实在 在这边的话它的主軸就会放在说 我怎么样去让我去学到一个好的feature 所以 有的 就是 有的人又叫它叫feature learning 对 那 在date learning 为什么 date learning 它可以做的 就是比较突出这样子 就是比较 亮点 那主要有一个原因在于 它可以加深 OK 那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它可以跟同学一起在 在这边的处啊以前 它已经有 用这个概念 只是说 没有这么的 心理 OK 好 然后再回来 就是 那所以 我们的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它主要的focus 大概就会再放在 这样子里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张照片 然后我们要去做辨识 那我们去做辨识之后 我们去 第一个它需要先去做的 不是直接 直接做辨识 我们中间会有一层 我去做feature的traction 那这个feature的traction 我们 用的是整体网络的方式 让它自己去调整那个概念 所以 它是一个方式 数学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方式 然后 后面的covered 也是一个方式 OK 所以说你常常会看到 就是在CNN里面 它前面就是 用convolution的方式 就是 你允许电脑 可以用很多的convolution的操作 然后 让它自己去 堆叠出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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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就是 自己去堆叠出 它到底要怎么去 去投取这个feature的方式 它后面的covered 其实就差不多 就是 大概就是做 inconvolution network 然后有人 如果 在更便宜的一个方式 那就 做一两点论 那所以 基本上 在representational在一起的话 大概会表辑 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把 各种不同的东西 普普 就是声音 或者是文 对 其实你可以找得到的 任何的参入 这个有 你可以把它变成资料的东西 这个资料的东西 我把它调换成 某种 调试法 某种b圈 其实某种b圈 某种b圈 对 对于 对于电脑来说 可能是一种b 对于人来说 你可能 看不太懂他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这样 open 我要怎么去抽出 一个好 feature ok 那去抽出一个好 feature 这件事情 第一个会去讲的事情 大概就是所谓的 open code 这个东西 ok 那 open code 这个东西 一开始就是我们 把 某个vector 这个某个 某个资料把它 转换成某个vector 某个vector 之后我们再把它 投射到一个 比较低位的 空间 这样广告 然后再让这个低位 空间上的整个 某个资料 赤脱还原回 原本的 原本的样子 所以你的 input 好像不是一样 你的 现在的 input 现在的 output 是一样的 什么 那做这个 这样做什么 就是说 我希望说 比如说他这张照片 好了 他这张照片 我希望去抽出 这个照片里面 最精华 最能代表 最能代表 这张照片 照片里面的 所有的资讯 ok 那所以说 我会去 试图去调整 中间 中间这边 弄的 数量的 大小 那他在怎么样的 情况下 他可以 去 不失真的 可以去还原出 原本的 原本的 那 ok 所以说这个时候 嗯 对 所以这个 这个研究大概 也进行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延伸出了这样子 比如说 嗯 Denoid 的 On-encoder 然后Box 的 On-encoder 那基本上 他大概都是会在 都 比如说Denoid 的话就是说 我希望 我前面 的 input 如果有 有一点 noise 那他后面 可以帮我去掉 那如果Box 的话 基本上我希望说 你学到的那些 feature 有意义的去增长它的意义 如果没有意义 如果没有意义 就直接丢掉 就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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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如果说我要怎么去 就是说我要怎么去 知道说 他学到的这些 feature 他到底有什么 意义 或者是有没有办法 因为通常对一些做 做科学的人 会比较大意 就是说 你学到的这些东西 用这些 trend 的这些东西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 所以基本上在 有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可以把 trend 完的那个 模型 然后中间 插一二维 其实只有那个 node 那个 node的那个 layer 那这个 layer 那这个 layer 你再去 trend 然后 trend 这个 node 这边的 layer 那我 trend 完之后 我就可以得到 等于是 等同是做降维的 那这个降维的动作 我就可以把这个 两个维度 跟我 trend 完的那些资料 把它画上去 OK 我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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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 就会落在这边 然后帽就会落在这边 就不同的东西 可能会落在不同地方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让模型自己去学到 自己去安排 说他到底认为 哪个东西是比较像的 哪个东西是比较像的 然后试图去 从这些 data 里面 去给出一个解释 比如说 例外 例如例外 例如例外 当他变大了 然后 他会比较像 比如说 比较像猫克中午 好 他如果 呃 变小的话 他就可能比较不像 猫克中午之类的 对 那在这个研究之后 再来 呃 再来 会做到的是 呃 U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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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东西 他是很早就发明了 呃 也没有到很早就 8 6 对 算 一段时间 然后但是 他真正被大家知道 其实是先程 在2011 算明前 已经有 这些 发展 呃 发展 这篇 它是拿来做这样的 OK 他是把 把这个 模型拿来做这样 然后等一下会讲模型 那 然后 呃 比如说 Hinton 我在2007年 把这一篇 呃 用在那个 collaborative culture 然后 然后 好 特色学习 必须在那里 那个 就是那个 那 那所以 基本上 这个模型的话 大概只要 可以看到他跟 跟 呃 刚刚讲的那个 open code 有点像 但是少了半别 少半别 所以基本上 他的假设跟 open code 假设跟open code 很不像 但架构上 看起来很像 就好像是这样 他就是 这边假设我的 资料 他从那边进去 那 那 资料从那边进去之后 他会去 系统去学出 他背后 有 某一些特征 OK 但是 online code的话 他是假设我的 我的 我的 我 从 S到 E 它是一个 一个转换 然后E 到下一个 就是到output 是另外一个转换 但是在这边不一样 他是 呃 这个的话 他用的 都是同一个 同一个 同一个转换 所以说这个转换 他要是 comparable 如果是可 应该 对 但是基本上 在这个模型的话 他 呃 我这边 input 进去 然后从里面 运辆过去 他还会再推回它 OK 然后这个东西 我就可以当成一个pre-chain 只是说我这边先train一层 先train一层 先train一层 然后train一层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这一层 它的weight 好 然后它里面有一些 没几率的加速 今天 没有要提那些 好 那所以说 呃 这个 这个是 那个 对 然后后来 intern就把它拿来 做 所谓的 be-free network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个东西还蛮 蛮有趣 这个东西它就是说 好 那我就把 intern 就是我原本的特点 原本的input 那 我input 我去学出一个 那个 一整的 layer 我这边去学乎一个 一整的layer 然后我这边就 去理解到我的w1 那w1定了以后 我们再把 资料全部都转到这一层 然后我就去学下一层 ok 我就去学下一层 然后看你想要几层 对 看你想要去几层 那 这个方法的话 它可以 尽量的 尽量的 把所有的 特点 你看什么 特点 你的资料里面 做的 它类似的 一部 去把它打出来 ok 那 所以说 在representational learning 那一件 review 里面 跟丢字 这样子行动的 这一个 它就是说 它是一个 3D fairwise consularwise method 所以它就是每一次 我就是 打学究的 特点 呃 所有的information 一定要报到这里 然后 然后 当你学 觉得ok了 之后 怎么办呢 ok了之后 你就把它 删过去 删过去 就像 就像一个 圆巷音的 就是 你把 颜良活在一张图上 然后 你把它推着 然后 再把它摊开 摊开之后 你就会 找到一个对称的 图形 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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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称的这边 外层的 就是 拿它 这边跟它对称的 这个 外层的 那个metrics 的 那所以说 这样子 我就可以完成 一个 Pretrand的 这样子 那所以 基本上 大家都在 都在 试图 要去 学一个 比较好的 然后去学一个 比较好的 的确出来 当然 大家可能 应用目的 可能都会是 为了去做 所谓的 connecting bottle connecting bottle 就是说 我丢一个 这个input 它可以 给我一个 好看 我就可以预测 就是说 它是 什么东西 总物 它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目的性 那它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目的性在 另外一方面来说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模型 叫做 dranetting model dranetting model 它 可以去 知道的事情 是比dranetting model 更多的 更多的 更多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可以 比较明确的知道 我的xy 能够隐管 它不是只有说 我知道f 然后 我一直等 跟刚刚连连看 它是王位的 它是 单方向的 我就x 看到一个y x 就找到一个座椅 但是 在dranetting model 里面不是 dranetting model dranetting model 我希望去把我所有的x 的客户 y所有的客户 它的 产业组合 我都想知道 这样子 所以说 dranetting model 其实 事实上 它是一个 比較困难的 东西 那如果说 你可以知道 这些东西 如果说 你可以知道 这些东西 那 理想上 比如说 我跟电脑说 给电脑 一个 一张猫的图片 好了 那 它经过 某种程度的 feature 那它得到 一个项目 那我希望说 这个项目 它可以把它转成 图片 对啦 或者是 把它转成文字 或者是把它转成 声音 我可以把它转成 任何的形式 但是它都带脚猫 这个概念 所以我希望说 可以去做到 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 像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 不是 很好做的 那所以说 基本上 你希望有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那 你的这个 feature 就会翻译到 重要的 这样子 那 这样子的话 你会需要一个 进行推迹model 进行解说 它到底 这个feature 或者说 这个backature 它怎么样被转换 怎样被转换 怎样被转换成 怎样被转换成 那 除了说我们 想要一个 gering model 之外 还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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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但是我们如果去知道说 像 像 像 这边 刚刚把它画出来 那 我D1跟D2 这边有两种 那这两个 如果说 可以去知道 它们两个分别代表的 那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 去 动手一下 就可以去调整说 它到底 比如说 我要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要一个 猫的图片 那这个猫的图片 我有一个 轴 它可以去调整 它的大小 我就可以得到 比较大的猫 比较小的猫 OK 比如说 我也有一种 可以去调整它的颜色 就可以得到 黄色的猫 可以得到 突然颜色的猫 对 所以说 在这些研究当中 其实 大家很想去做到的 是 这件事情 那 除了Generative Model 它还有一个 叫做 Datentangle 的 Metrate Vector 这个Vector 就是说 你这边 这边这些东西 这边这每一个独立的手 它们 要是一个 比较 呃 反正可以 说 这个手就代表大小 有时候 这个手就代表原色的 那 呃 但有时候 你机器往往学出来 就是 这边我往这边调 大小跟颜色一起改 比如说 大小跟其他的一些 东西一起改 我一直变 那虽然说 它是会变 那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原人码的这种料理 ok 所以基本上 今天的话 大概就会 呃 到这个 左 网下 然后到 呃 新的 一个表 好 那 刚刚讲完 所谓的open coder 那 现在讲所谓的 variation of opencoder 那 variation of opencoder 基本上 它的诉求就是 跟刚刚 的一样 就是 只要一个 general 那 opencoder 它没有办法 它的缺点 应该说 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说 我 opencoder 它只有 你喂给它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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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 它就会去 有这些东西嘛 它就把 这个东西 正像你在印记 你张地图 就是这张地图上面 有这样说 你认识的 那个 店 有店家的位置 然后就把 这 这全部的点 都记下来 印记下来 但是 后续 比如说 我丢了一个 它没有看过的 东西 它 落了点 位置 可能跑在 跑在其他地方 它跑在其他地方 它就会错乱 就会给出 错的答案 比如说 它没有办法去看 没有办法去处理 它没有学过的 那些资料 它没有办法去处理 那些 它没有学过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 在 opencoder 的话 它就 就不是很 很理想这样 所以基本上 在基本上 我当你口诊 它就假设说 它是个generating model 那这个generating model 它会 它后面其实有一个factor 有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 它会去控制说 它 学出来 这个因素 它会去控制说 它产生出来 什么样的 好看 好看 比如说 就我刚刚讲的就是 大小 颜色 这个 就是后面的这些 对 对 对 那 那 因素这件事情 我们讲 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 也是 做 现金回归的话 那现金回归 它的公司 就是 相当像这个样子 Y的 S加P 那 Y的AS加P 这件事情 X这个东西 它就会去影响你的 结果嘛 就会影响你的 影响你的Y 所以基本上 对Y来说 X是一个 很重要的影响 这样子 OK 那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会把图 画成这个样子 X它会去影响弯 然后 呃 这两个是影响的 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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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去形成整个 整个模型的图中 我会有一些 函数 就要去 所以这些函数 可以出来 所以我的东西 就会好像这个样子 那 好 那但是 这个是supervised learning的 的case 但是 我们刚刚 要的那些忘记 是 好 但是 像我们刚刚 刚刚的那个case 那个case 的话 变成是说 我只有X字 一直 对 我只有X字 也就是我听到说 我 就这些图片 比如说 或者说 就这些人 就这些人 但是 这些东西 背后到一起 比如说 这些东西 背后 控制它的影响到一起 所以 这个东西 是需要 由电脑机去 交付出来的 对 只是这些东西 自己对这些东西 是电脑需要自己去把它学出来的 所以 基本上 Berish on open code 它的概念 大概就是 它中间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修改 那这个修改 那这个修改它主要就是说 我 会把一个 基率模型 基率分布的模型给放上去 OK 我把一个基率分布的模型给放上去 这个要干嘛呢 就是说 我会尽量去让我的基率模型 我去看过的 这个点 它是 这些东西它会比较 很 基在一起 它可能是一群 那这个可能是一群的话 所以 比如说 像这边的话 它的点 可能代表 都是 都是狗 好的 那 这些点代表都是狗 然后这些点代表的是 毛 或者是 那我去把 这整个 整个 D1 或是 跟地图的肘 这整个空间里面 去把它的 基率给鼓出来 比如说 它有比较高的基率 是比较偏向狗的 还是比较高的基率 是比较偏向猫的 所以 这样子 我把一个基率模型 放上去之后 当我未来遇到的一个 比较点进来 当我把它点上去 那我就可以去算出 它会比较接近 那它会比较接近 这些事情 它就会影响它的产出 它的outcome就会比较接近 那个东西 所以 在整个 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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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上面 它就会变成一个 这样子 连续的空间 就是说 这边 过渡的中间 它可能会用什么东西把它补起来 那 所以 从这边冲出来的 我们去学到的 这个基率模型 那 在这边的话 比如说 分构的 它里面是假设出 你的分布 就是这个基率分布的话 它是高次分布 那 它常常更布的话 它需要去学的 东西 有两个 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 就是 面对 就是 平均级跟标准 它平均级跟标准 它是什么学 第一个就是 我前面 先做完 先做完 一个 tature regression 之后 那它得到 中间的 这个 tature 它得到中间 这个tature 它就会把它 用定化一个 矩阵 可以把它 转成 定 就是说 对 然后这个 第一个去学出来 就是另外的面 然后 那个 标准它 立观的标准它 就 OK 那边 第一下概是 这样概念的部分 好 那 真正进行到 这篇中文的话 它 就是 如果你真正去看它的话 会 中文讲的 概念 这样划的 对 因为它 影片全部都在 出去了 好 那 那我就稍微 拍一下 好 那基本上 它 作者在 嗯 通了整个 问题的过程中 它是 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个它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 呃 它要去ture 一个这样子的model 就是我可以从地去回推 去推到美人 那 所以说 我就要知道 我就要知道 自己嘛 我就要知道 说自己它到底 全都好不好 OK 好 所以基本上它大概 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说 我给X 就是 它去估一个几率 OK 那这几率是什么 我认识 第一个它给X 然后 它要出 自己这样子 OK 那 这个东西 如果说 你用那个 在这些礼拔说 打开的话 你会知道这个东西 嗯 那 我先说 就是 因为它前面引入了 极具的概念 然后 它把这个 覆覆给放进去 那 这件事情的话 它 如果是用 传统的 传统的那套 那套 统计方式 把它拍进去的话 其实就是原本的 我本口的 就没有 OK 那所以说 这边的话 它是用背式的方式 从另外一个 关键去把它放进去 OK 好 那所以说 在这边的话 如果你把它拆开 把它拆开的话 你会得到 呃 背式立马拆开 把它拆开的话 你会得到 像一个 第一个就是说 嗯 下面这个字 我先讲上台 上面这个字 啊 Crior Crior 就是说 我会先对我的弟 有一个假设 比如说 它比较可能像猫 比较可能出现孔 比较可能出现什么东西 就是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是每个会出现的东西 有假设 每个出现一句都会这样找 然后呢 再来另外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叫做 likelyhood ok likelyhood就是说 我 从这些资料里面去推出的 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的例 这样子的例 这样子的例 可以产生出 这些资料 的可能性 有不少 ok 所以通常 啊 我们在用所谓 nestalike 做anformation 大概就会是 呃 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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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嗯 通常会叫做evident ok 那evident 这个东西就是 你几率的话 没有分子 一定要分目嘛 所以分目的话 就是说你要去不知道 这个范围的有多大的东西 比如说所有的可能性 到底是什么 那你要去算所有可能性是什么 通常 那你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意图找到 然后 把分子都加起来 但是 拉起来这件事情呢 是连去的 他在 呃 放在连去的空间上 他用的 所以 anyway 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去把所有的 自己的可能性都找到 然后把自信自己都 估过一遍 估过一遍 估过一遍之后 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加起来 拉起来之后 这个东西 还有 下面的分母 但是这件事情 呃 不太可行啊 对 就是 就是 你有没有办法 去找到 你 呃 可以去产生出 这些资料的 有可能性 是他背后的什么可能性 就是因为困难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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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一些动物的照片 然后给他动物的照片 那 呃 可以去产生出 这些动物的照片 背后的因素 就是 大小 轻毫 有没有毛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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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 有没有 有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 你要裂到什么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基本上在 在 整个裂下来 应该是裂不完 所以基本上 在这件事情来说 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好 那 呃 在 贝斯的方法里面 贝斯的方法里面 呃 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我们叫做 Variational Inference 那 Variational Inference 然后就会用另外一招 ok 既然 我这个 下面这个分母很难去 很难去 估它 那 那我 不如 就换个方式 我去假设另外一个分母 假设另外一个分母 那这个分母就是跟 这个东西不一样 ok 然后我直接用Q这个分母去评定 这个分母 ok 然后我就 我就不想要管P了 就直接用P的话 反正P非常模糊 然后我不知道哪个道理 反正是 那我们就直接用Q去评定 去评定 那 你要去逼近两个 就是说你要用一个 一定分母去逼近另外一个 一定分母 这些事情要怎么做 呃 比如说我们一般 你在算Long Function 那Long Function 你会去估它的Arrow 那你去估它的Arrow 比如说数字的话 你就 就是 接得到G 那我要把G 最小 放这个三次诀 最后一个 放最小 那你这个是在点 就是我可以把 是 我可以把 直接要画成点 然后点 画在座标上 座标上点 就是 标准 最后是G 可是我今天要算的 是这样的 纪律分母 那 纪律分母 纪律分母 要怎么去算 距离这个概念 那 所以基本上在 在 呃 在讲 那个 纪律分母 里面 就会讲到有一个东西 叫做 Cal Divergence TL 的话 是 这两位线真 然后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东西 它可以去估算说 两个 纪律分母 到底像不像 它到底有多小 OK 那 所以说 因为它估算的 呃 估算的东西在这边 啊 公主在这边 好 不用太 不用太 扣扣在它那边上 但是 主要是 需要去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呃 在这边的话 它是用 P P的话 它通常会想 这是一个指标 然后 Q Q的话 是一个理论的 各种分布 就是说理想的那个分布 所以 Q的话 就是你要去抵律的那个对象 然后 T的话 这个是我大概用 鼓劑的东西去 欸 那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 这个里面啊 Cal代表人的这个东西 有广向性 就是 谁 抵律谁 反过来不一样 都会不一样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呃 这个东西的话 就可以拿去算 两个 呃 distribution 它到底有没有 相近 一样 好 那 要先讲一个 特性 嗯 就是 它的特性 第一个 它是不对称的 就是 如果我是 Q-Diversion P Q 跟Q 你会看 看起来很像 两个 两个 几率分布的距离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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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称的 会不符合 所以它不是局 所以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就是说 它一定是 很整 大于等于零 OK 所以基本上 它最小就零 它最小零 是代表什么 你就代表说 这两个 呃 就选一模一样 OK 所以 你就代表这两个 两个 其实P跟Q 有两个一模一样 好 好 要是基本上 你要做的 你要做的就是 呃 刚刚的 配置的东西 然后呢 我要用Q 去移进 P OK 就是 给新的 新的 去移进 这个 然后 算 算它的 然后 最小 OK 然后 最基本上 如果你图画起来 大家会长得多样 第一个就是说 呃 我原本就是 希望找到它的一个 呃 控制它的因素 自己 然后这个因素 它会去产生出 Hack 我想要Crending的 方法大概是这样 但是呢 这件事情 我做不到 我做到的是什么 我可以做到的是 我先 用 我先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那个分布 然后去 Hack 就进去 然后 Crending OK 然后所以说 你就会看到 你看 然后这边这条区 这边这条区 这边这条区 线跟 画一这边的话 D OK 所以 然后再来的话 呃 D会去产出 Hack 这边的话 先来Crending 这边 那各个这边就是 他去胡他到底 呃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坦出 就是 O OK OK 好 然后再来 如果把它拍开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我把X丢进去 然后回去坦出 每次丢进去 去坦出 他基本上他是 跟Crending 的行为 他是做Crending OK 然后 呃 好 我的意思不错 我先写吧 好 那我用 自己去坦出 我的 我用自己去坦出 我的 然后去 Bit看看这些Data 这样子 这些因素去坦出 这样子的Data 到底有不OK 那这个到底有不OK 这些东西 他就会跟你的 Tolder 不关系 他就是 就是一个Decoder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 你把Decoder 跟Decoder 找到了 然后你要把它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就是 呃 我先做Decoder 然后 再做Decoder 好 这样就是 呃成了一个 那个 呃 嗯 那只是说 呃 Dirational Encoder 就是中间 它是要一个Decoder 那它要Decoder 那它要Decoder 它其实是Decoder 它 不是很重的 或者你把它丢掉也可以 那 Train train 那这边出来 它只想要Decoder 它只想要Decoder的部分 好 那 那 好 这边有一些 有一些 其中的部分 那 基本上你在 在 拓益这些东西的 图头 应该说拓益这些 物品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Low down 距离 那东西会有一些 方法 它在 常常讲的 呃 Variational Variational Inference 的方法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 Evenant Low down method 对 然后Evenant Low down method 呃 我快速把它勾出一点 OK 今天如果我不想听 可以 可以 用力过来 好 那 第一个就是说 这边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我们要用 某个 分布去逼近另外一个分布 那如果你把它 那個 Tail Divergence 做展开的话 你会看到像 这个软件 OK 那这个东西 接下来的话 我把 下面的PR 把下面的PR 把它 把它 先把它拆开 把它转悦吧 因为这边是 调限纪律嘛 那调限纪律的话 它在最后有的分布 是 这个 POPAC 所以会一直在这边 OK 然后呢 就有人找到问题 好 好 然后 接下来 再来 就是 把 p p 这个部分 快 看 看 摊 它剩两个块 OK 所以p 然后log 跟q 那边 弹和q 然后剩下的部分 一块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 然后后话就整理 他这边做整理 某个继续分数 接继续继续完 应该 算不容易的状态 好 我就不管于此了 因为你这边在这边没有用的角色 所以这边剩下的就是 好 然后就开始文字 这样到了 嗯 好像没有帮助 呃 好 左翼线面 嗯 所以中间这边的话 中间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写成 中间这边,这边刮到这边,把它拿出来 好,然后这边的话,这边的话,你等于是 某个值 去乘上他的几率 加起来吗 所以某个值去乘上他的几率加起来就是 希望值吗 所以说 你就会找到这样 这样的东西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就是某个值 的 希望值 然后下面这个Q值 表示说他是对哪个 一本部去算 希望值 好,那这边就很重要 先放 好,那所以说基本上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会 去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定义叫做什么 Lowerbound OK,这边叫做Lowerbound Requential Lowerbound 或者叫 Lowerbound OK 那为什么叫Lowerbound 看一下 接着上 你把整个字字简化之后,它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刚刚的care-divergent 这个字简化 然后 这个东西是上面简化过的东西 然后 这边是刚刚 玩完的logp 然后把它引向起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我把logp 拥过来 好 这边我的x 资料是给定的 OK 所以x基本上是固定的 那 去 固 去取它的几率 然后取dog 所以这整个 来说是一个定数 可以 这边是一个定数 好 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的care-divergent 这边越低越好 只是我两个分布越向越好 OK 然后 呃 这边越向越好 但是这边是定数 所以那些东西 就是我们所谓的Lowerbound Lowerbound 这个东西 Lowerbound这个东西 就要越高越好 应该 很合理 OK 好 那所以基本上整个问题 就是 我们从 我要去minimize terial-divergent的 minimize-terial-divergent 然后我把它转成 我去 maximize 我的那个Lowerbound OK 那 maximize 这个Lowerbound 它就会变成 是我后面 后面我这个模型 在所有话 去把它解释 它是一个 的那个 OK 然后 呃 OK 所以这边提醒一下 大家inco的跟inco的 然后什么样子 这样 那所以基本上 对 还不回到任何 所以基本上在这边 就如同我刚刚讲的 就是 你要把点 你要把点的那个几率分布给学起来 那所以 在这边的话 它假设就是说 我的点 分布在这些空间里面 那这些点 它的 分布状态 它会比较像 反态分布 OK 然后这个常态分布它是一个多位的 它不是单位的 所以说 基本上来说 人家说 D-train 来说 它就是一个gaussian matrix 发到我 OK 所以它是假设说 你在你的 你在你的 力这个空间里面 整个的几率分布 它会呈现一个gaussian matrix model 的几率分布 OK 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让我一万是多大数值 异度是多大数值 它是规论 它 是猫的几率分布 是狗的几率分布 是什么东西的几率分布 OK 那 这是一个重要的查图 把它放进来 然后 所以说基本上 它大概做的就是 第一个 空的 去把这个门符给学习 第二个 我得到这个门符了 我可以透过这个门符 去 产生出新的点 能出新的点 去劝我的 好恨 OK 好 那 当然这个这个技巧来说 它是把它 我好 先把它讲到 那 但是我这边 他这边想要做的事情 是 做 做跪点几点 就是我希望说我可以把它套到现有的 那个 方法 怎么在这里面 然后让它自动去 去做学习 可是呢 我把几率引进来了 把几率引进来之后 这边要怎么做回事 因为它不是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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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我们的 我们 一般的 Motion-end model 它大概都会是一个 它大概都会是一个 Vetimination的 方式 它是一个决定的 它是一个决定的 那我在整个training当中 我的 training完之后 那我的参数 所有的参数 都是决定的 那都是决定好的话 我的function 它就是决定好的 然后我一张A图片 再进去 它就会出现A 然后我 B图片再进去 它就是 出现B 可是 在这边的话 它会做一件事情 在我把基础分布 放进来的话 它除了去学到这个基础分布 它只知道 在绿色的这一块 比较有可能是猫 它并没有去记里面的每一个结 应该是 也比较像猫 所以比较不像 之类的 OK 那所以说对它来说 这个东西是猫 然后它可以从这个猫里面去水机 sample sample的这些东西出来 比如说 我去 再从这个附近去抓一些点 然后去 丢Decode的弹出来 那丢Decode的弹出来 它一样好像猫 只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比如说 是 橘色的猫 或者 是 是 黄色外色的 那个就不管了 那它就是猫 OK 那但是 这中间 中间卡了一个 Distribution 那它有什么办法 那这件事情在传统的那个 传统的方法里面大概有什么方法 在 传统的方法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如果你的计算力够的话 它会采用 NCMD 的方法去做 就是包括全管开奥的 去做 传统的 就刚刚讲的传统的部分 它真的会拿NCMD的 专算法去做传统的 OK 那 呃 另外如果是 variational inference 的方法的话 会用另外一个 叫做 MinCMD的 variational approach 和 acquamation 去做 然后跟大家 稍微讲一下 你这件事情 你这件事情大概就是 Trickson会说 我在某个区块 然后去 取一些点出来 然后取一些点出来 他就丢那个 Trickson会的方法 然后去算出来 他算出来之后 去对答案 比如说我丢 我从 我随便 从地的空间去 把一些点出来 然后去跑过 跑过我的里头的 他产出来 我说他像猫 那他是不是真的长得像猫 所以他就去拿这个 这个 产出来的东西 去跟我跟我 这个猫的 图片去做比较 然后 日猫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叫做 reject abjection 的图片 就是说 他产出一张图片 那怎么样 多像 多像我才接受他的猫 OK 多像我才接受他的猫 那所以说他会 你需要去看一个 化学体 你需要去看一个 这个几率比较为 认为他 构想 交流好的 但是 今天的话 作者是用这个 作者希望说我可以用这个 Cathie Great 东西再去 OK 那所以基本上 我需要去做的那个 Ultimization 的那个 那个 你不要去买这些方权 就是 刚刚讲的 Lowbound 需要去 Bankmine我的 Lowbound 然后需要去看 Bankmine我的Lowbound 然后去 对我的Lowbound 去取他的 Gradient 那取他的Gradient的话 他就会卡在我的 Find Find的部分的话 就是呢 其实就是刚刚的 这样 他的话如果刚刚Decoder 这边进来之后 这边中间会有三个人的动作 去算出来他的 Distribution 刚刚怎么样 这个Distribution 在我出去的Decoder 他的 料理 会跟这边完全 OK 好 那所以呢 越发他做 这个是从 Putorial Rowbound Rowbound Find的Coder 里面去拿出来的图 所以我原本的 原本的 架构是想这样子的 我的 Data 会有一个 对我会有一个 Input进去 然后透过 Decoder Decoder 透过Decoder 之后去估出 这个分布的 平均 跟叫做差分流 OK 然后 估出这两个东西之后 我就可以把它拿来做 我的 常态分布 然后这个常态分布 我在从常态分布里面 随机抽样 抽样抽出来之后 我再塞进我的Decoder里面去 OK 然后产生出来的这个 产生出来的东西 再从我分析的东西 训练上去 想上去 然后中间卡 你要 你从这边进去嘛 这边是Inference Forward 那你要Deprogate 然后从那边回来 因为这边是Assembly 然后这个分布 然后这个分布上 怎么变 那这边作者做的 是叫做 Re Connect to Signization Trick 那这边做的方式是 我去把他的那个分布 抽出来 我把这个Assembly的 部分把它抽出来 我直接从 那个 标准 分布里面去找这个 然后找这个点 去 去 去沉上我的 去沉上我的比较差 然后表达我的 那个 决定值 那 所以说在这边来说 我就 等于是把这个 抽样这个方式啊 一天一天算好 我把这个也当成 Input的 中之一 OK 那把这边当前面 固的其中之一 这边这个Deprogate的 步骤被 被我从 这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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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定的这中间 把它出开来 所以说这边我就可以 Deprogate Deprogate回来 OK 然后 这边是概念 所以 大家如果说 有需要 有需要看戏剧的话 对 请看 看动文章 我这边填 普通概念上 然后再来的话 他就把整个演算法 写下来 他整个演算法叫做 Footensive Granted Variational 对 OK 然后这边 很详细 去 去看配合 看配合 好 所以说基本上 我从 整个架构来说 就是这样 他 基本上在 这个方法里面 他不是 只有可以用在 Variational 文章 他基本上你只要 Deprogate Deprogate跟Deprogate 的 架构的话 基本上你都会大飞 他其实动头脚的部分 都在 中间这一块 所以 第二上你在你的 游戏里面 做了这样子的手脚之后 你的Deprogate Trend出来 他就是一个 还不错的 Generation Model OK 那Generation Model 他可以产生什么呢 他可以产生出来 大概会像这个样子 OK 比如说 像 Amnets Amnets Asset的话 你就会看到 我在做 几率在做Trending的 的时候 我在 比较偏向这边 比较偏向下面 你就会看到 这边 OK 在上面 上面这边 这边有一块 层子3 这边有一块层子8 这边有一块层子9 然后 这边有 7跟7 OK 所以基本上 你就可以去产出 像这样子 的 所以你不会说 我帮 然后当我8丢 丢进去 但是我的 变了一点点 变了一点点 移位了一点点 然后它就变成 另外最大包 或者说直接 直接变成 那个Noise OK 所以这个的话 这就是一个 Generation Model 的Outcome 那 这个东西 我可以用在哪边 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用在 脸 比如说 在这边 它会看起来 比较像生气的脸 然后再 比较下面 然后下面你会看起来 比较像小脸 OK 那它是一个连续的 渐变的 这样子 那其实Gain 也想做 类似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在 Duel Learning 里面 Driving Model 大概就是 Version Open Coder 然后Gain 然后 Gain 还有一个 文化 反正有三个 其实你去看那个 李同益老师的 就刚才有 提到的 这样子 OK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会比较好 Gain的话又比较安全 Gain Train起来 就提很多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 可以当成一个 比较 基础的 基础的 东西 那你再 透过这些东西再去 提加其他东西 所以说它不是只有 放在 好多一口的 可以把它 摆在 第二个 你把它 摆在 其他地方 他就是 前面讲的那个 缺壳 的资料 原本是资料分布 原本是只有资料 那我就把一个 基础分布给 带进去 然后让他去 估出来 试图去估出来说 在哪个部分 在哪个部分 会比较相比 比如说 像这边的话 他就是 几率更多的话 在这边就 几率是 比较高 你不会弹出 好 但是 但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 不是 完美的 一个是说 第二是说 有时候 当然 比较理想 比如说我们 Chain出来 长这个样子 比如说 我知道往下是笑脸 往上是神奇的人 但是有时候 你看出来就不知道说他到底 往哪个方向 或是说往哪个周 动 他是 应该是笑还是哭 对 因为他 会去 在 这个空间中 去 试图去把这些 这个 给 定出来 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说 他哪个周 刚好会去 币 哪个部分 OK 所以 在这边的话 就有 另外一天叫做 Data Variation over 的这个东西 Data Variation over 的这个东西 就是Google 发表的 证文 那这个东西可以干嘛呢 先给大家看结果 OK 那 像我们 那个 这个东西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刚刚那个东西 你看出来 看台 你做渐变的话 他是可以 还不错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 呃 用 Beta VAE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 他可以去 转你的头 比如说 空间 空间是不是刚好是正的 对 然后 这边的话 他就会往 往 往这边转 OK 然后如果是这边的话 他就往往 往这边转 OK 所以说 你往 又往这边转 或又往这边转 他就是 这样会 旋转 OK 但是 BAE的话我这边有 某种程度的旋转 但是 非常不明显 那 Info Game他其实也会做到类似的事情 但是其实如果你 你去放大那个Info Game 他的图的话 长得 颇奇怪 可恶 那边转 好,像βBAE那边的话 人的脸基本上是迷信数的 然后不会有太大笔话 然后它就是一个转向 然后βE的话它会做到差不多的效果 但是你会发现的时候 比如说当我这个人脸转的时候 他的脸也变了 OK,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始终看到的效果 因为它转的时候会转变另外一个人 再转回来它就变另外一个人 然后你再看另外一个info game的部分 info game的部分在处理细节上 它就会划出一些习惯的演员出来 这边的话它就会划出一些习惯的演员出来 然后包含比如说像这个人脸转的话 他的眼也变了 就有些东西我玩了点 嗯 嗯 就有些东西我玩了点 嗯 嗯 嗯 这个 case是微笑 嗯 OK 那微笑的话这边是不笑 然后一直到这边是微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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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 如果是像info game这边的话 嗯 嗯 它这边也就是有点 有点奇怪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嗯 基本上来说的话 基本上来说的话 就是用info game上去处理的话 它会得到像这样子的效果 嗯 嗯 这个里面还有更多东西 那我们可以继续看 那 嗯 Beta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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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如果 如果把刚刚的那个 LowerBump chart n 它基本上它是. Long Function внутри incent 所以它要BaseMind 这个LowerBump 嗯 这个是整理夥估 整理的话 每样的意思 好 那这边的话 你会看到他会是模像 然后去剪刁Cute 來会给模样 然后Beta BEE 的话你会发现说 他去给他一个费胎 就差一個beta ok 那這個beta的值是你可以人工去給他的人 ok 那好 這邊是推倒 推倒的話就是從剛剛的那個votebox 去推倒上面這條地 ok 然後這時候就會被他抱歧說 為什麼我丟了一個beta進去 光他有一個beta給他 然後他就可以做得到 ok 那帶了一個beta給他 基本上在這邊 他自己用了 我後面會講到一個提問叫做 mation 光上面的方法 就是theory 那在這邊的話 beta這邊它是一個 有點像regrading term的感覺 這個beta的話你把它想要高的話 他可以去 嗯 他可以去讓你學出完那個representation 更加的 比較entangle dizentangle dizentangle dizentangle就是說我把每一個factor 每一個影響的因素 都把它切開大小幾大小 然後旋轉去選 ok 然後這邊兩邊的話會有兩個不一樣的意義 就是說 前面這邊的話 前面這邊的話 第一項 第一項這邊的話它會是 我需要去讓我的模型去到好的regrading 可以 所以這邊是一個很自然的 比如說我要把我的coder跟coder選好 ok 但是重要的話會是在後面這個東西 後面這個東西它會去做什麼 後面這個東西它會去限制我的z的capacity ok 限制d的capacity 就是說它會去 讓d去更加的 嗯 讓d得到的那些 然後我透過可以去 限制d的capacity這件事情 我可以去得到比較 就是 很健常的這個pengal representation ok 好 好 那 所以 好 那所以基本上 這邊的話 它用到 就是 背後就是所謂的information about method ok 那 information about method 裡面 它也是這樣 一樣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讓我的 這個 比如說 我的 我的x x它會先經過一個regrading 然後去學到d這個東西 那d這個東西 那d這個東西是中間那個 你看不到的 就是d這個 d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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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這個layer的東西 然後 再來 透過這個z 這個feature 去 預測我的y ok 所以 第一個 它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要去matchmine 這個字 matchmine 這個字 第一個部分 它是 這個i的話 是所謂的mission 這個matchmine 好 那這個matchmine 它會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要讓我的 我有d 然後我可以去學到y 所以說 我可以去 把d 學到y這件事 做好 希望說它做越好 越 這個分數越高越好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啊 後面這個是什麼 後面這個是s到d s到d 就是我在做encoding ok 那我在做encoding的部分 我希望說 我這邊encoding的部分 它可以去 把一些 不必要的資訊給丟掉 ok 也就是說 這邊 就是我剛剛講的 去限制 lead 它去把一些不重要的資訊給丟掉 你也做這些資訊 它會去 影響到我 我預測完的 成效 這樣子 ok 那所以說 基本上在 Information報告在 NASA 這邊裡面 它的 發明人 那發明人是 嗯 有這麼多 從某個大學的人 那他自己就講 就是說 你去真正去學到一個東西 其實 是 你去把那些不必要的資訊給丟掉 必要的 呃 遞結給丟掉 ok ok 可以到這邊 好 然後先給大家看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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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有做一些 有做一些 欸 執驗 ok 那這個執驗的話 基本上 如果你beta自己的話 就等於 BAE 不是Dirtual Encore 原本的版本 那你有beta的話 他就可以去挑戰你的beta 所以基本上是把beta調大 好 那所以說 你在 呃 你BAE在TRAINING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我們先看這個比較好的結果 這個比較好的結果 比如說他這邊的input的 資料 是 這些 這些影像 那這些影像的話 就是一個擺點在 那這邊擺點在中間的話 你會發現說在這邊圈你出來 我就可以去調整說 這邊擺點在下面 然後在上面 那邊 那邊 我可以隨著我的 呃 某一個 某一個 factor 我的某一個地 地的某一個軸 我把他調大 然後他就這個白點 都往上調 然後或者說我可以去 呃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 白點原本是在右邊 然後我調整之後 他就會直接往上調 然後 然後 所以說 你去把他的機率 分補給畫出來的話 他就會是 上 這樣子 他是 很 均勻的 我會直接 一條 是在這邊 上面 多下面 那這邊多兩邊 多兩邊 多兩邊是多 中間 但是 但是 你回來看原本的EAE的話 他可能全會出口 我把一個東西 往 這邊 調 然後我把一個東西 往這邊調的話 他整個顏色 很見出來 即日分布 他就不是 一個 均勻的 不是一個均勻的話 他就會變成說 我在紅色的地方 一個東西 他變成藍色 變成另外一個東西 他變成 變成黃色的地方 成那個樣子 ok 好 先 休息 等下再念 先去可以教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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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配合裡面嗎 應該要聽到那個 這個 這個 那邊去 說 好 看看 人體就一個 一個那個 一個條件去 然後右面 對 然後他可以 動 對 嗯 動 變成 轉 可以 也可以 動 找 找 然後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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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去沒有去研究 因為這個問題是我們剛剛說 如果 我們要做 這個做一點體驗 那我們應該是假作出頭 去做微分吧 那為什麼我們 如果我們可以假作 讓我們 假作出他的耳弄 你就可以去假作 去假作出他的耳弄就可以去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去想 然後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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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來幫助我的 哦你說你說 OK好你們說群群好 然後我們那個 深入學習一上的方法 如果把 呃 緩度 從無法的後 調整 嗯 嗯 不對可是接力分布不是那樣 對 對 或是 呃 都無法的 哦 它基本上也是 它是 對啊 它是假設它是 沒有 對 但是 但是它可以去套不是 那麼的 可以去套其他連續型的 機率分布 對 然後它裡面有提到 呃 離散型的機率分布沒有辦法 對 對 它要用 對 至於它這個東西 不是很 對 因為基本上 呃 你是要去看那個 Information Theory 對 但 翻了前幾頁 沒有辦法 然後就直接給電影 嗯 嗯 嗯 呃 有什麼差別 假設完全不同 呃 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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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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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是基础上在GAM 跟基础 Lock function 加坡 或者是Lock function 加坡 然后我会说 Lock function 不在乎 那第一个GAM 的话 就是说我要丢一个App 丢一个App 丢一个App 然后他会有Cook Manager 然后去判断到他是不是 那些东西 那 但是在这边 他们也会认用的事情 OK 然后我会有另外一个G 我随便是铲出另外的G 这样子 Random出一个G Random出一个G 它会丢到这个Grenerator 里面 然后丢到这个Grenerator 里面 会去铲出某个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再回过头来 再把它放到那个Grenerator 里面 看看他们能拍对 OK 那所以说他整个Lock function 的话 他会去 有MiniMind 跟NiceMind 某些东西 那些某些东西 会帮到Grenerator 比较大 比较我那个Carnification 也过到的话 整层的 整层的也会去做这样子 但是我V.A.E.的话 他整个是 就是他是串起来的 就是譬如說我這邊丟一張貓在那邊 那邊也有一張貓在那邊 那我中間學到這個人不可以去吃貓 它是串起來 譬如說我這邊地的話 它是有一個 先照理說地應該是蠟絲吧 它出來有一個人等 人等一個地塞進去 然後讓它去探訣 在貓附近 那個 就是傳回地附近 的東西 然後彈春冒浪 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吧 就是這個不熟 這三個都是general model 然後就是本篇文章 我覺得這個部落格很醜 像是常常 常常的 好 嗯 它那個瓶絲比較容易去 因為那是 跟它夾的 跟它夾的越快 比較容易去 嗯 嗯 應該說 好 都是在我用網上很熟 但是我有train的東西 然後 game 的話 應該 用辦法 對 我這次還沒有bue 然後所以沒有bue 我可以train起來 對 然後整個模型的話 你中間的那個bue的部分 這邊你可以 給他的東西 如果你想換那個connution 你想換 因為網上口它不是buee connet嗎 然後我們想換其他架構的都可以 好 GAME沒有很熟 對 就是很 就是很確定就是 就是 它在train裡面都比較熟悉 有很確定 有很確定的 是不熟悉 有很確定的 是不熟悉 有很確定的 是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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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不熟悉 這就是不熟悉 這個東西 第一個切入 就是從 所謂的nature property切入 那nature property這個東西在物語上是 亂裹 商品 如果把它放到那个Compure算子里面的话 就是被那个Shenon 就是那个Shenon Shenon它把它称为Information Entropy 或者叫Shenon Entropy 那Shenon Entropy它基本上它做的事情是这样 只是我们在讲故里在讲乱度这件事情的话 它主要是去度量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乱 它夺乱这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冲向的话 它基本上它去度量的是这件事情它到底有多不确定 就是说你要去度量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 那你要去度量这件事情不确定性的话 基本上就是跟机率有关系 基本上这件事情它就会去做这个计算 就是去把它的机率分布 然后去 第一个是去算它的Information 就是说某一件事情它的Information还没有多 然后怎么去算这个Information 基本上它是去把它的那个机率分布取得Lock 这个东西比较多它的Information 它的出讯呢还没有多 好 我给大家来跟大家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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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这个Information 去做它的Information 希望值 去算它的希望值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 几率批给困放去 那这个东西我就会算出一个值 这个值的话 我们就会称为它是 某件事情 它的不确定性能多少 比如说资讯商 OK 然后它会有些特别 第一个就是说它一样是分布的 它有点0 OK 然后它是对称的 对称的就是说我 我去算商的时候 X跟Y的 Join Down 跟 轉过来 是这样的 它是对称的 所以基本上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 如果说我已经知道某件事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Y的 然后我要去推 嗯 X的不确定性能多少 那如果说 X跟Y两个是 是独立事件 互相独立的话 那独立事件的话 我去制造Y对于 我制造X的事情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基本上没有帮助的话 它就跟我去取X的 这样子 OK 好 然后给个 给个 呃 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没有很像是这样 比如说你天气预报 你就会 它就跟你说 我到底有 多少分比例 它会下雨 比如说明天 啊 我百分之百是下雨 然后跟0%是前面 OK 那 这样子的话 我把它在建公司 在建公司里面 百分之百这边的话 它就是 100 然后 取 这边LOG的话 你可以是2 或者是10 或者是NATURAL LOG 都可以 那边取2 是比较方便的 OK 好 那所以说这边 百分之百下雨的话 需要把下雨的檔 存在进来 加深淨的檔 你发现它的 他算出来的商品 OK 然后再来再来 呃 你的 如果说我说明天 天气预报 百分之百 по000 Through 百分之二十 就赖到 回到 princes appar 然后又要出 它的商品 پ切这么一切 2 OK 然后如果说明天天气报下雨50% 然后50%以前的人 然后再进来 然后再算出来的上 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就是说 当你一件事情 我很确定哪里 比如说我说明天它会下雨 你看它下雨它非常确定 所以基本上它是没有乱不可疑 它是没有不确定是你可以的 它就是确定 然后它是确定的话 所以它有乱不可疑 那当我越来越不确定 越来越不确定 比如说我反正一发提一下雨 那它就会提供它 它上去那里 那我 什么时候最不确定 什么时候最不确定 最不确定就是说我 是下雨 还是前天刚好在一半一半 因为我完全摸不透它到底该下雨太多 像这个时候 的伤就会是 所以基本上你再为一百个照片 会看到像这样这样 比如说某一件事情它是零 它发生的几率是零 那它的伤 下面是几率 下面是事情发生的几率 然后这边是伤 那如果说某一件事情要发生的几率是零 它表示说它的伤 是零 因为这件事情是确定 它确定不会 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确定它 就是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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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发生 它就会发生 因为我确定了 那它不确定也很好 最不确定 就是当我 一律开始提升的时候 就是我从 原本说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然后开始 哦 有可能会发生 然后它就上一律开始 然后增加到什么时候最高 增加到就是刚好一半 是我最不确定的 我一半继续是情形 一半继续是旅间 然后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 像这样子 我根本木头它到底发生什么事 它的不确定性是最高的 所以发生会是最高的 那这个Case的话 很简单 这个Case的话 就是二元 就是两件事 会发生 呃 跟不会发生 它如果 如果不会 不会发生 就是 所以就是有两件事 那但是 呃 我们 它等于在应用的时候 它会去推广到 连续的 它不是只有二元 可能是多元 可能是连续的工作 所以 呃 这个只是一个 概念 在二元上面做操作的话 会比较像 会这样 然后像刚刚有提到所谓的 convention of entropy convention of entropy convention of entropy 就是说 当我去知道f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f就是处定为法人 那 我提到这件事情之后 那 y的确定性有多少 ok 因为有可能我去知道某件事情 他的不确定性就降低 ok 那这 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说 嗯 说我要搭火车 我现在没有手上 没有任何的 那如果有人跟我说一个讯息 欸火车马上要开 那这是一个讯息 这是一个 那马上要开的话 然后就是 我就可以去估计说 ok 嗯 他应该要 我要很快 还是就是我 所以 所以 这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firmation 以后 他可以去 降低我的 ok 那这件事情 就我们来说 就是firmation ok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嗯 之前有在吵啦 就是 因为 你会看到说 就是 这个entropy 这个东西啊 他算起来就负了 所以你要加一个负号 在里面 只是说 当我的entropy 高的时候 他应该是 音讯含量多 就是 当我entropy 低的时候 代表 音讯含量多 这件事情 因为 那时候 啊 尚总在 用的时候 嗯 有 有过 这个 争论这样子 比如说 当我 知道 那些的时候 然后有人就觉得 应该知道更多东西 所以说 他的 entropy 应该是高的 或者说 反过来 就是说 我知道更多东西 可是我这样 就是说entropy 好 这件事情之前超贵 然后最后决定就是加股 然后加股 好 那所以基本上 欸对 entropy大概就是对了 然后 就是大家看看 好 然后再来 刚刚有提到 就是所谓的entropy entropy entropy 后面会用到 嗯 然后 基本上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去知道某件事情 然后 嗯 对 就是我去知道某件事情 我去透过去观察某件事情 这样 我可以去批论到另外一件事情 有多少 有多少 information 呃 有多少 information 所以说基本上 这件事情就是说 我可以去算 就是我对entropy 自己本身的entropy entropy entropy的部分 然后去减掉 当我知道y的时候 当我知道y的时候 他会降低多少 我对entropy 他就是total的确定性 他到我知道y的答应 那 剩下的这个融合就是 呃 我跟entropy跟y共有的 可以 所以以后 ok 好 所以基本上 在这边的话 他一样会有一些特性 这些特性就是 所谓的nexivity 那longnexivity 就是那一样特性的 然后呢 他是对称的 那这个外户掉 没有关系 好 那这个基本上 你会在 好 讲一下他跟那个 care-diversion的 关系 他可以把它换成 所以基本上 他去两个容器 就是说 在这个外 他共有的资讯 很多 那他共有的资讯 等于说 他 两个我去知道他的 两个之间 所有的关系 然后呢 他跟 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是两个独立 嘛 是独立之间 ok 那 嗯 这个东西 我去 就是 y 两个之间的关系 跟 是独立之间 这两个 像 不像 不算他可的 那所以说 如果不像 不像的话 不像的话 那 嗯 嗯 不像的话 代表说 x跟y 是 不足利的嘛 是他们相关嘛 嗯 那他们相关的话 我的 那个 对 如果两个相关的话 那这边这个数字 有比较大 我能接触 你头来选择 好 然后我们一下子给他 看 这个图就会比较好 看得到 这是那个 例子上面的图 所以 第一个就是说 嗯 这个红色这一边 红色这边 就是我所有的 不确定性 诶 然后 蓝色这边 是y所有的 不确定性 ok 中间这边 我所共有的 这边 共有的 共有的 involution 我的involution involution 然后中间 这边 这边这一半 这边这一半的话 就是说 当我y 我知道y的话 那我可以降低 y的确定性 当我知道s的话 我可以降低多 y的确定性 好 啊如果说全部 就连 不包起来 全部包起来的话 就是 s跟y 两个的 这边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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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應該 他比較好多 這個方式的話就會從所謂的 通訊的角度 通訊的角度卸入是什麼 比如說我有一個訊號 他這個訊號f他會透過某種方式 傳遞到另外一個 然後傳遞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話他就會變成y 說一句none 那 所以說我f所有的訊息 這邊f所有的訊息 他通通的量子就寫 那 我會有一些自忘不掉 會有一些自忘不掉 我會有一些自忘不掉 那我會有傳遞過去的 我傳遞過去f跟y共有的 自忘不掉訊息 所以 就是這邊 然後 為什麼這邊會有y的 因為會有y的部分 除了說有一些訊息他有傳遞到 但是 我通過我的channel之後 他是不是又多了一些none 他多了一些none進來就多了一些 y 獨有的 訊息進來 OK 應該 我比較猛 那 好 這邊 剛剛講 然後現在這邊講一下擴散 擴散 擴散比大家常常用到 好 但是呢 他其實是有 有一點關係 也就是說 因為他coastential 他其實確定了兩個 分布他到底相關 對 那 這件事情跟 KL Divergent 呃 他的意義上非常像 他其實他就是 KL Divergent 加上某場選 然後就是 coastential 他coastential 底下也是有 方向性的 你的KL Divergent 就有方向性的 那你的那個 coastential 也做好 OK 那加上這個 常數是什麼 加上這個常數 就是說 你的KL Divergent 這邊 他本身就 蕴含了 我 要 用Q 這個 理學的 理學的 去拼入 這個理學的 他的 他的 啊 他去 去 順著去 Divergent 他他去 那但是呢 你要加上 Q本身他也會有一些 不確定性 OK Q本身不確定性 比如說 啊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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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要做的事情是 欸 你原本的聲音 你原本的聲音要把它 錄起 他錄起來存在你的電腦裡 他 存在電腦裡面你要拿出來播 OK 那你要拿出來播的時候呢 你是以某個 位元素 你的位元率 去把它存 OK 那你以某個位元率去把它存下來 這個位元率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機率分布的形式 那這個不確定性 你用多少的位元率去把它存下來 不確定性 那你去把它 播出來的時候 我們去聽聽看他到底原本的 到底像 那他到底像 你看就是 你 嗯 播出來的部分 是Q的部分嗎 然後你去 激進 你原本珍惜的 神秘的部分 你希望說你存下來 就是跟你原本的 上壓 但是你不希望你用太多的 呃 位元 把它存下來 它太大了 對 那理想上來說 呃 理想上來說你用無限的位元 去存的 檔案 你應該會 或是 無限大的 空間去存 那照理說他應該會被 好保留的 被 複存下來 但是 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他一大一大 然後正途的話大概就是這樣 OK 然後 這個符號 因為他都共用H 所以說 S寫的要小心一點 就是他可能會跟 前面這樣的 NHP 會同跌到 我實在想就NHP的資料 那一樣是兩個東西 好 那 所以 MHP和 CodeNHP的差別 MHP它是兩兩個東西 A字鍵跟B字鍵 他們共有多少 Promation 就規覽Promation CodeNHP它是兩兩個 NHP CodeNHP 再來 更深一點 更深一點的話 就是 在Innovation Theory裡面有所謂的Data N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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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HP在這裡 NHP 這邊 他 這是數學的 的 表達方式 是 S跟Y NHP 它會形成一個 Wallet OK 然後但是 我把它 換成另外一種東西 就是當我去處理資料的時候 我原本是S的樣貌 那比如說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他有 有missing 我去做補助的動作 或者說我去做 通話的動作 我去做一些動作 它就會變成下一種 下一種東西 對 那我去做 做更多的處理 它就會變成下一種 所以基本上在 整個資訊含量方面來說的話 我的 S跟Y 兩邊共有的資訊含量 是比較多的 因為這邊我剛好 我S去處理 那個 馬上就變成Y 然後比起 S跟E S跟E 對 所以基本上這邊 你可以把它理解了 就是 當你 S去處理變成Y 然後S 然後Y再處理變成命名 這個處理後面的東西 你會跟原本的東西 在入估 所以說隱含 裡面所包含的 Information 因為你會把一些東西 去 OK 好 那屬於 這邊就會漸漸進來 整個東西的假設 整個東西的假設這個方式 你可以把整個 Dip Learning的網絡 看程式像剛剛那個樣子 就是我在處理 我在處理 我每過一層 我S 每過一層 做過某一個轉換之後 那他就會變成T1 然後變T2 然後一點點到TI 然後一直點一點點到PK OK 那到最後的Outcome 我預測 出來的Y OK OK 那所以說基本上 你 整個 啊 到剛剛的Data Trotecting 關係的話 你會得到像這樣子的 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的就是 S跟 啊 最多 這邊這邊最多的就是 S跟Y 那我當我經過某些處理以後呢 我的那個 呃 應該是當我被處理之後變成T1 他的那個 我會選掉 變T2的時候 我會選 然後一直 一直處理到 到最後 OK 那所以說剩下 剩下你的Yhand 跟Y OK 好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方便 就是 S跟C1 S跟C1 然後 啊 HX的話 DF 的 Vision Information 所以這邊應該是最大的 你 就是你資料跟資料自己的 軟度 確定性 這邊是最大的 然後 經過處理過後 對 這邊你越處理越 越推越後面的話 他要左函 那個 就像這樣子 他跟原本是越來越不像 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再來去探討另外一件事情 你也就是說 呃 你 你把你的signal 你的來源 你的來源原本是你可以是真實 或者是 某些東西 那你經過某些 程序 比如說把它變檔案 就是穩定 他變檔案之後 穩定 用某些 位置 所以說原本的 X的話 是原本的 然後他 他 會 有某個 某個 基本步 好 然後再來 會把它 quantize quantize的話 就是選擇 你在做音訣處理的話 大概就是去 分補 TempleRate TempleRate 去 去記錄每一個 前點 他的 什麼 呃 他的那個證明 多少啊 之類的 像這樣子 那把它記錄下來之後 它是 一個背景上化的東西 它就可以被存在 這裡 那所以說這個東西 呃我會經由 某個方式 把 Apple 譬如說錄音 OK 那這個錄音的話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某個機率分數去把 表示出來 就是我給那個字 然後你給我彈出 那個 錄音號的檔 OK 那所以說 你就可以把原本的字條 塞進 你的 俗音 裡面 然後得出來就會是 錄好的 檔案 好 那 那 接下來你就會去 考慮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我去把它 把這些生死的 信號把它切開來的時候 它有沒有辦法去保留 原本 的聲音 譬如說 呃 當你SycleRate 掉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聽到的聲音會變成 就把幣承的管 滴滴滴滴的 もう抹 然後 那沒有 更多的 알고 OK 那 比說像氣隱項的話 很多腦袋去存 那我如果用越多的介绍去存入档案的话 那道理说它是可以 要 比较高度的去还原我的圣证的声音 或者说把原本的东西给存起来 所以说你把 X 跟X 之间 就是原本真实的声音 跟录好 就是登录好的专业之间 你可以去算它两个时间的Retion and Firmation 它到底保留了多少的 它到底保留了多少的 那我们来做一下哈佛大学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一个东西画出来 这个东西是什么 第一个这个总是Rent 我用多少的会员去把东西 另外一个总是什么 Distortion Distortion 它到底 扭曲成怎么样 我觉得是10 所以说当你用 你用 你用越多的 越多的那个 Bit 去把东西给存下来 然后那 等市增 市增越多 那如果说你 希望用 越少的 地产去把东西给存下来的话 你可能越高 那所以说呢 这中间里面就有 一个问题 第一个 我 我最多可以用到多少 最多用到多少的 那个Rent 去把东西给存下来 这时候我就想知道 它最小的时间是多少 或者另外一个问题 我去要求说我的市增 最大到哪边 它最大时间到哪边 那我可以用 最 多少 最小的 Rent 去存下 OK 那这边跟 跟我们的 那个 呃 人家会骗到哪边 我 好 那所以基本上 你把刚刚那个 刚刚我讲的那段话 全部把它分为文准 就是说 去限制我的市增率 市增率最大到哪边 OK 然后 我去 量测 我原本 呃 我原本 两个之间 它的那个 啊 Mutient Formation 对 然后最小的那个 Mutient Formation 它就是我的 那个Rent 它就是 可以被我压缩到 什么样的程度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用 所谓的 LaGrange 然后跨二 去把这个 就是这个 Contrent 然后翻上去 把它摘到这边来 然后把它摘到这边 这边的数据数据 就 有兴趣的 可以回去 自己看 好 那所以说 我把它摘进来之后 这边 是不是 就变得 有点像 感到一样的 Mutient Formation 这样 各两项 那所以基本上 Mutient Formation Mutient Formation Mutient Formation 它讲的就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 呃 我要去密码的东西 就是说 我要把原本的 原本的这个 把它转换成某个 某个 东西 某个形式 那这个形式 它的 那个 嗯 给我把它转换成某个形式 但是 我从这个形式 我要去推论到 我的Wideable 然后我看到保佑 我原本的 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两个 这一个的话 它要代表于 从多少的Rate 去寸我的东西 那当然我希望说 这个Rate 越想越好 对 另外这个东西就是 我真正 提训我传达的评讯 然后去绿测 这些绿测外的评讯 我当然是最大越好 但是这两个时间 是 三件的 OK 那这个东西要明白 好 好 哦 这个东西呢 嘿 所以 基本上你要去全核 这样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到底要 什么程度的去压缩 那些东西 然后你要 保留多少的东西 那分别就是 你要压缩多少 然后你要 保留多少 好 所以基本上 Incompetual Lab Method 就这条图 对 然后 在那个 BetaEAE里面 它只是把这条图形 去套它们的Rate Function 做我利用的 OK 好 所以基本上 对我来看是这个样子 对我来看是这样子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希望说 我 这边做压缩 我原本的方式 一刻进来 我这边做压缩 希望说这边的人 他可以用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比较少的Rate 去帮我去 做一个表述 做表述之后 但是我要求说 我这个表述 他要可以 最大的 去 环约我们的东西 OK 那这样说 网路还是长一样 但这种Function 可以用的 大家看起来就像 然后去压缩 这边的话 你要去 好 好 那所以基本上 把 这边全都要理论 理论讲完 然后 所以 其中一个应用 就是刚刚讲的BetaE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就是 提出 那个 Moblnets的 作者 他的 最 最 这边 是 Moblnets的 去年的 论文 然后 他就 体验这个东西 叫做 open Dip Neural Network 看起来这样 总统 我刚才把 Dip Neural Network 打开了 好 然后再来 就是说 我的training tempo size 就是 大家都会想知道 说我到底要换多少 tempo才够 对 所以说他要去估计说 他到底 需要多少的 tempo size 然后 多少 tempo size 会得到多少的 非常效果 然后再来就是 啊 heathen layer Dip Neural Network 就是前面 就是讲说 Dip Neural Network 就是越正 但他就是 我去training 我 你继续做了 就好像有 比较好 但是你没有一个 理论的 方式告诉我 这么做的 真的比较好 OK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 希望说 可以从一个理论的角度 出发 跟你说 你有加Dip Neural Network 然后再来就是说 呃 好 这边 这边后面的 这边后面会 会是后面 跌不下去的 东西 那这边他会是 dip Neural Network 那后面的话 都是一连串 好 然后 这边Sair的话 这边他就是用 一般的 Dip Neural Network 的setting 然后这边的话 用那个 hybridement extension 去当他的 redubation function 然后最后一次 redubation function 是用Deloid OK 然后他是用 那个 Docastive Gradient Design 去做training 这样 然后 再来的话 用Cortentropy download 如果 我没有找到 看到这条件 或者说 我没有看到 部位 然后再来看 网路架构的话 是 7层的 Huricometer 的Layer 然后他的 宽度 就是 10 20 15 看这样 OK OK 所以还是这张图 基本上这张图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到 他提出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做 Information Plan OK Information Plan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 我们会去关心的 这条件 第一个是 我X经过处理以后 我直接去跟Layer 他的料理 那 他到底他说了多少 OK 这些Ration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我从这些角色里 提成 这些东西去 跟我的Y 它到底 可以 很清楚 推动到Y 多少呢 OK 所以说 他就会拿这个东西 三层 轴 去把这个 座标点 给列上去 然后呢 嗯 我们来看图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就是他会把 下面的话是 S 跟里面某个 Cachine Layer 的 表示 的 它的 Mutual Information 划成一个 划成S 然后 也是另外一个 Mutual Information 就是 T跟Y Mutual Information OK 那这边都是 越大 好 然后这边 它是 Randomize 54 Random Random 的 那个Initialization 然后 跟Random 你的Trending Trending 这边 它做到 第一个 你 当你还没有Trend 什么东西都还没有Trending 的话 它的Trending 嗯 Initialize 就是这张图 然后这张图 不同颜色代表什么 这边 不同颜色 你的 橘色这边 是 X 跟 B 第一个Trending OK 然后 本色这边是X 跟 第二个Trending OK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Trending 第二个Trending 第二个Trending 第三个Trending 然后一直到最后的Trending 在YD Y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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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代表是 它 这个HiddenLayer的表示法 它到底能Y有多 它到底有Share多少Y的用 OK 所以说这边越后面的话 它Share越多Y的 嗯 因为它 越出零之后 跟Y是比较相 好 然后 S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其实我到底 做了多少 比喻的压缩 OK 那如果说我用了越多的Bit 它的 Rate越高的话 这边的Vitry 我会变得越高 所以说 整个Trending的过程来说 我是希望说 我在整个 我的 我的那个HiddenLayer的 跟X越不相越好 跟Y越相越好 然后所以说 它这边Trend 这边一台X 它Trend了400个HiddenLayer 它的每个DivisionLayer 到这边 Trend了9000个HiddenLayer 所以在Trending的过程当中 你们看到 直接我那个Layer 它就让你改变 它那个Vitry 它就让你改变 OK 所以 嗯 好 我们先看一开始 一开始这边 它会有快速的变化 我这边Log 会一直这样 而这边它写错 我是Crecution 你在这边 因为它写错 因为它写错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整个的波浏量 在网上跑 那开始网上跑 它第一个做的就是 它要去增加它的 T跟Y 的Metion 也就是说 它会增加 如果我们的 那个Y跟T越来越相越 Y跟T越来越相越好 那 这件事情代表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代表说 它学得到我们 但这下 你就会看到说 它就往上跑 之后它开始 我这边扩散 我这边扩散 我这边扩散的表明是什么 我这边扩散的表明是说 我尽量让我 F跟T 它那个 Red 越小越 用去压缩 用越小的那个 这个去 去 表示我的那个 T的Metion 的东西 越小越好 所以说你会帮它去做 那我跟 F越近的这些 橘色的回答 就会 越偏向这边 就是越近 OK 那这边它 Trend到 9 9 可以在旁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 字面差不多 中原 那这边已经到蛮低的 所以它很厉害 就这样 OK 然后不知道会降到什么程度 所以它应该是到左线路线性的 应该是没有到底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职业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知道 整个Neural Network 它在 Bekind to Berlin 的Trending 它整个的动态 动态是长的 所以第一个才会做的事情 就是我 趕快去学到东西 然后带我去做的这种路 我赶快去把我学到的东西 加缩 用越少的Rap 去表示这些 这些动词 越好 OK 那所以 接下来它就自己过去探讨说 OK 那我 接下来 它就把这些Trending 画出来 它这边有50个点 那50个点代表一个Layer 那因为上面这50个点 差不多都在 某个位置 所以它就去了Me 它就去了Trending 它就去了Trending 所以说它就把Trending的点给画出来 所以这个第一个Layer的Trending点 移动方向 就是第二个Trending layer 的方向 移动那个Layer 所以说你会看到 像这样子的图 OK 那像这样子的图 这边的话 它 它也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说它放了 放了不同比例的Trending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 它是帮所有Trending在扣 5% 第二个的话 它放不足夸 那第三个的话 它放不足夸 那你会发现说 我在前面 前面在做Trending的时候 它学习的过程 基本上都会先上来 都先上来 OK 就是说我学到东西了 那但是在后面的情形 就不太一样 后面的情形就是说 我在5%的时候 我是接力的 照理说我是学到Ru 东西的话 这个Y 这个Y 最高 最高 是越好的 反正我学到越多东西 可是呢 你会发现说 它上来之后 你用叫下来 OK 这边有叫下来 然后再多一点Trending 的话 这边上来 它 稍往上 这样一点 OK 然后 这边有285%的Trending 那上来之后 这边就迟 OK 所以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 它 会变在学习的过程中 前面的部分 比较 但是后面在做 司徒在做 压说 他会去做 这边有可能就是 会有一个 例行发展 OK 其实说 当我在 希望用越少的Rap 去 去表示我学到的东西 可是我学到的东西 你给我的身后 这样做这么一点 所以我会去 制度去质诊 你们给他 制度去质诊 你也非常少 是说 你整个 我Heading Layer 在预测 Y的时候 那Outcome有很会的 它跟Y之间的 Trending Momention 觉得可以 OK 所以越南商这边 你讲说 你整个在 量比较多的情况下 它比较不会 有on fitting 的状况出现 那这边大家会看到 有那个绿色的点点 那绿色的点点 那绿色的点点 基本上它是 去绑 啊 两个质诊 去看 在这边的话 它整个学习的 呃 呃 那面来说 它有两个质诊 第一个质诊 我们叫做 啊 Empirical Risk Meglization 反正 这个质诊的话 它做的事情 主要就是 就是让你的 呃 最外的Mutient Information 增加 增加 Wide的Mutient Information 那 增加Wide的Mutient Information 对每个layer来说 它就是去 学到这些 东西 OK 所以就是 它就是去学 所以在 这个 这个过程中 啊 在绿色点点之前 这个过程中 再去学 然后另外一个质诊 就是它过了绿色点点之后 那过于这几年之后 或者把它叫做 Representation Compression Base Representation Compression Base 的话 就是说 它会去让你的 呃 对X的Meglization 增加上去 增加上去做 一个 压缩的动作 好 那所以说 这边的话 它就会去把一些 没有关系的Meglization 放掉 OK 所以 把一些没有关系的 没有Meglization 也放掉这些 複雅 複雅 所以前面 这个部分 它会跑比较快 但是 比较快的倍 然后 在后面的话 你需要这样多的时间去 做 这样多的感觉 好 好 有什么问题 或者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融合 那接下来 他要去看另外一个段 这个东西的话 是去看 Layer的 Layer的Web Layer的Web 它的Gradient Distribution 是T2的G 那T2的Distribution 你就会可以看到 说 我在截图 然后 不小心 那 所以说 它去把你的 Gradient 去取 去取 命 去去 标准它 OK 那去取命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是实现的一个 所以 每一层 每一层的话 红色是最接近的 退的 然后 甚至最接近 然后退的 OK 然后 随着时间的经过 就会看到就是 我整个命的部分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的 命是稳定 就是说 我是随着某个 T度在多下降 那我随着某个T度就下降 它的Distribution不高 就是我不太会变动 不太会变我的程度 因为我的目标就安排 那 接下来它会去 持续去做Trading 然后降到某些程度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的命开始 开始往下掉 它开始往下掉 它这边破完了 然后 它进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废子 你就会发现说 它的 那个Distribution 那 现在Distribution 开始上了 就表示说 它的 它的 那个 前进的方向 它规定的方向 不乱跑 它开始乱跑 它开始乱跑 它开始乱跑到其他地方 那 所以 它就把它 撑作 两个费 一个叫做 支费 跟绝对支费 支费就是 这边 前面是支费 OK 然后 然后 它有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这费子的话 它就是 比较大的 gradient的命 然后比较小的 variable 所以基本上去算 它的那个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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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在这个费子的话 它对应 会对应到 刚刚 讲的 它会去增加Y 对Y 的 所以 我现在快速过去 就是 就是 VR 那 后面的 它对应的 就是 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gradient的命 然后比较大的法权 所以 它的 它的变动会非常 会非常大 那 在变动会非常大 它就会发现说 它的gradient会非常 像高性能 所以它的 Wave 就会 某个光队 在 布 然后 这个费子的话 它对应就是 conversion 费子 就是 它在做 那为什么 这个 这个 就是在那边 亂跑 就是不确定方向 是在做 因为基本上 它是 试图要去让 你的 Wave 就是 最大化的 那我的 entropy 最大化 那我的entropy 最大化它可以 藉由去加入 一件 knowledge 上的 那这样子的技巧 如果我们要做 我开始 用 like tension 那 嗯 也就是说 它 当我在加入 knowledge 的过程中 knowledge 它是不必要的 那 我加入 knowledge 的过程当中 它会把一些 呃 它等于是 把一些 细节给盖掉 ok 因为你可以 可以这样讲 你去把一些细节给盖掉 然后 剩下 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很重要的 然后 它忘记细节 然后 它的那个 它的 我的entropy 就会被 创到更大 然后剩下的 真正重要的东西 就会留在蜜蜜 那 真正留在蜜蜜 蜜蜜 蜜蜜蜜 那 所以基本上 你的 wit 就学到东西 是你的那个 n-word wit ok 好 所以说在整篇 paper 里面 它里面会提到 这个东西 它的叙述 叫做conversion by disfusion 对 那为什么叫disfusion 因为它是 啊 高险暖 然后它 这个物体的扩散就是 下面 好 好 然后 然后 做的在这边 这整个分析里面 它还有讲到 另外一个东西 嗯 嗯 这个东西就是 有没有会 似乎去看 一个n-word 它的每个基础 就是每个neuron 它的干嘛 然后又看它的位 那其实 在这边做本质讲 就是 去看任何一个 单一个位 或单一个基础 想知道你的干嘛 它是 在哪 ok 最经常你要看的 是什么neuron 它 到底干嘛 好 那 那接下来 来看一下 嗯 嗯 有加hidden layer 有什么样的好处 ok 那 那在这边的话 它也是 实验 那这边实验跟前面 设定的条件 非常像 那在这边的话 它变成六个不同架构的 network 然后分别是 一个hidden layer 两个hidden layer 也不到六个hidden layer ok 所以说这边是一个hidden layer 两个 只到六个hidden ok 然后 所以这边的 好 所以这边它 对问的问 时间 回答来的提出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当我增加hidden layer 的时候呢 它可以去降低你 学习 要的量 好 那这件事情 你可以从哪里看到 你可以从这个 颜色 这边这个 画里 当我越深色 这边是 越少的 然后当我越亮 这边是 越多的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在前面 前面这三个 三方 network 的时候 它这边从黑色 然后你要过度到 ok 然后 你知道 你会发现说 这边都有一个短的 你要到这个短的点 为 它都算 这边是 前面是学习过的 ok 所以说 我需要从黑色到紫色 它才算法 然后 但是你会发现 下面比较普通 但我有越多的hidden layer 我可以在黑色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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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都可以把它进去 剩下的东西都在做conversion 那 所以说基本上它这边我加速了前面 前面 当我把 layer 再越多layer 它就是加速了前面 tending的过程 它加速了前面tending的过程 你会发现说 它这边 我们 呃 内卧在圈里到最后的时候 它都会收链 它收链 收链 在这边来说 我就是 我往上移 然后接下来它会 往 往 X走链 越低的地方跑 然后你会发现说 当我的那个 天类的越多 然后这边 它的收链效果 会 大好 上面这边 有的根本没收 好 所以 再来 好 那所以这边的话 啊 你加比较多的tending layer的话 它会加速你的 效果 然后再 就是 你的 你的 你在做加速的时候 你 好 那我 那我 那我把 给你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去降低 你也劝你开跑 然后 第二个就是 嗯 你在 compression 的时候 会比较早 然后 嗯 你 越深的话 你 compression 会比较快 然后 后来 好 这边的话 还是说 嗯 你加深这些事情 跟加广 那些事情 对加深来说 加广 文章 大了 所以 你把 增加 之外的 那个 宽度的话 它效果不太大 好 好 然后 接下来 这张图 刁秀说 就是 呃 我 刚刚的那些 training 然后它 收敛 那它 会不会收敛到 因为这边提的是 那它会有一个理论 那它会不会收敛到 那个理论 那这边 它证明的是 咱们的那条线 是它 你在 training 过程中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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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边一样是 那个 information plan ok 然后 这边的那个 点点的话 这个点 然后跟它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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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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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去 落在这个 那 那 它 那 那 你会看到它 非常激进 的理论上限 你支援上 它是会 去 激进到你的理论 这样 它会收敛到你的理论 好 那理论 你总算是不要摸摸 你去看 全面就太多 好 然后 然后 所以这边 这边的话 也是给不同理论 的training data 这边的话 换成不同的training data 当然 当你肯定知道 嗯 多少的时候 它熟练在哪里 ok 所以说 当你 那个肯定在上 你越多的时候 它就会 稍微 对 然后 大家找第二个 就会 然后 不太会学到 好 好 快完了 然后 所以基本上 在一些问题来说 它都回到完了 这下就是说 我 我用在 我用的这个架构去做demo 用这些圈 先给它去做特写